从视频中可以看到,在西安街头买两元面包的人群排队百米,非常壮观。 据店家反映,店里的面包的价位集中在2-3元,一天能卖出5000多个面包。 其中,购买两元面包的大学生王田宇透露,来买的几乎都是大学生,而且大家在排队买。 山东日照人沈欣说,家不远处的一家两元面包店中午12点时开门,自己掐着点去,门口已排满了人,就跟挤公交一样。 有人甚至一次会买三、四十个。山东资博也出现两元面包店,店主萧曼珠说,前来购买的队伍有时会排到马路上。 曾购买过两元面包的近20位市民都表示,买这样的面包主打一个性价比。 报道称,仅10月,两元面包店从山东青岛、日照、滋博,拓展至南宁、昆明、南京、合肥等地, 甚至北京天通院也出现了两元面包店。 看得出,低价消费场景的火热在现实的中国人身上不时上演,几乎囊括了各个阶层。 有外卖骑手发视频吐槽道,通过我送外卖的过程,我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福州消费真实降级了。 以前大家都点什么呢?点30元人民币一份的牛肉饭,点个莆田卤面,再加两个海利饼。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点的基本上都是12元至15元的食物,一般都不会超过15元的, 都是点这种只能满足温饱的,而这周围的外卖点存活的最好的,都是那些卖快餐的, 基本上单价都在十几元前,毕竟大家很多人都没赚到钱, 所以在吃的上面则是能省就省。 不过,如果想知道如今的中国消费者是如何精打细算的, 不妨看看中国零售业巨头之间愈演愈烈的价格战。 为了吸引不愿花钱的中国消费者, 中国大陆零售界的格局正在进行重塑, 很多品牌甚至出现了儿子和老子抢生意的自家内卷的局面。 9月下旬,中国最大的火锅连锁店海底捞开设了两家低价品牌店海捞火锅。 和定位中高端的海底捞主品牌相比, 海捞火锅店的客单价在70至100元人民币左右, 其中,牛肉菜品最低仅为人民币28元, 与海底捞动辄上百元的客单价相比明显下降。 而且,海捞火锅的点菜采取半自助模式, 很多菜品需要顾客自取, 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努力控制成本。 海底捞算是国内火锅界的一哥, 由于火锅品类的特殊性本身具备很强的社交属性, 客单价相对偏高。 自2018年9月份登陆港股, 海底捞受到机构资金的追捧,股价一路上行。 哪怕是在新冠疫情初期, 海底捞仍然选择逆势扩张。 凭借资本市场的优势和自身较强的品牌效应, 当年门店数量快速增长近70%,相当激进。 整个2020年, 公司股价大涨超过90%,接近翻倍。 然而,疫情的反复超出了预期, 给很多餐饮消费企业带来沉重的压力, 海底捞也难独善其身。 受疫情拖累, 2021年是海底捞上市后最艰难的一年, 当年亏损41.6亿元, 是公司上市以来首次陷入亏损。 与此同时, 2021年至2022年, 在资本市场预冷的背景下, 海底捞的内部经营也出现了问题, 快速扩张的门店效益不佳, 导致公司被迫大刀阔斧的弊店, 并启动啄木鸟计划以求自救, 这才有了海捞火锅。 北京的学生安迪杨最近和朋友一起去了海捞火锅, 并计划从长远来看不再去海底捞。 他说, 我明年就要毕业了, 但是我还没有找到好的工作, 对我来说越便宜越好。 看得出, 在疫情的冲击下, 大家消费越来越保守, 人们在吃饭上降级消费的同时, 也不愿意再花30块人民币买一杯奶茶。 对此, 奶茶品牌也不得不开始大刀阔斧的内卷。 2020年4月3日, 深圳出现了一家与中国大陆连锁茶饮品牌 洗茶高度相似的平替奶茶店洗小茶。 刚开始人们还以为是有人在山寨洗茶, 想要蹭热度, 后来才知道, 原来洗小茶正是洗茶的亲儿子。 作为洗茶的子品牌, 洗小茶主要有三个特点, 一是价格低, 当时洗茶的均价在30元左右, 而洗小茶的价格区间为6至16元, 与洗茶各产品线相差10元左右。 二是店铺小, 跟洗茶动辄上百平的气派大店相比, 洗小茶主打外卖, 有些档口甚至连椅子都没有, 三市门店选址通常不在城市核心上圈。 2022年1月, 在消费持续低迷的情形下, 洗茶方面向媒体公开宣布, 已经进行价格调整, 率先引导降价潮, 同时洗茶强调, 推出的新品价格都不会超过29元。 洗茶的降价确实对洗小茶产生了致命打击, 人们纷纷认为, 既然十多块钱已经能够买到洗茶, 为何还要选择洗小茶? 于是, 便转头纷纷购买降价后的洗茶。 洗茶与洗小茶也从此从队友变为了主攻。 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之后, 2022年11月2日, 洗小茶关闭了其位于广州的最后一家门店。 在中国的这场经济危机中, 除了品牌内部互相竞争, 中国白酒行业的龙头, 酒中奢侈品贵州茅台, 开始选择自降身价以提高知名度。 9月4日, 500毫升一瓶售价为1499元的贵州茅台, 与中国的咖啡品牌瑞幸咖啡正式合作, 推出了参有茅台酒的拿铁和巧克力产品酱香拿铁, 售价低至35元。 根据瑞幸店员透露的消息, 酱香拿铁的酒精浓度在0.2至0.3度之间。 如果一杯咖啡480毫升容量计算, 大约每杯咖啡约含茅台酒1.8至2.7毫升。 次日, 瑞幸咖啡便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酱香拿铁单瓶首日销量突破542万杯, 单瓶首日销售额突破1亿元。 有人说, 当3000块钱的茅台加到19块钱的咖啡里的时候, 你喝的不是酒也不是咖啡, 而是你平时喝不起的钱。 还有很多热心中年人主动为酱香拿铁算了笔账, 一瓶53度飞天茅台官方零售价1499元左右, 每杯酱香咖啡都有茅台, 只要19元就能喝到茅台, 喝到就是赚到。 对此, 有陆媒吐槽, 此前是66元人民币的茅台冰淇淋, 29的茅台雪糕, 现在是19元的茅台咖啡。 如今, 年轻人第一口的茅台门槛已经越来越低了, 不过也由此看得出, 现代的中国社会的经济情况已经陷入了僵局。 另一方面, 路透社指出, 中国当前的大环境也催生了一种新的折扣, 这对中国来说是一种相对较新的现象。 比如, 廉价的临时品牌《临时很忙》计划在2025年, 将门店数量从目前的4000家扩大到1万家。 再比如, 售卖07食品的连锁品牌《好特卖的门店数》已超过500家, 并在4月份开启了合作加盟模式。 而这些品牌的操作, 也促使更大的竞争对手宣布大幅降价。 在过去5个月, 沃尔玛旗下的会员连锁店《沙姆会员商店》 和阿里巴巴旗下的《河马先生》打起价格战, 双方都将沙姆的榴莲酥等热门商品的价格下调了34%。 11月, 中国知名临时连锁巨头《良品铺子》进行反击, 对300种产品平均降价22%, 其中最大的降价幅度为45%, 是该公司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降价。 在《良品铺子》的公开信中, 创始人杨颖分坦言, 当下摆在我们面前的已经不仅是活得困难的问题, 而是活不活得下去的问题, 而活不下去最直接的原因是长期的业绩不佳。 2022年三季度以来, 良品铺子营收连续五个季度下滑, 同时2021年全年, 2022年前三季度和2023年下半年, 均出现了净利润增速同比下滑的情况。 而今年, 其业绩状况更是并未好转。 2023年前三季度, 良品铺子营收59.99亿人民币, 同比下降14.33%, 净利润19.1亿元, 同比下滑33.43%, 其中,第三季度净利润仅为199.84万, 同比进一步大幅下滑97.88%。 看此数据, 杨银峰也不得不承认, 交费力下行影响了民众消费, 老百姓的钱袋子捂得更紧了。 对此,外界指出, 随着降价、廉价商品的激增, 以及提供更便宜、缩小版的产品, 中国大陆公司可能会进入利润率下降的恶性循环, 从而抑制工资和就业增长, 并进一步抑制消费者的胃口。 人们不敢消费, 并不是消费需求也消失了, 只是人们希望用更经济、 更低价的方式来满足需求。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外界认为原因有三。 第一是,市场环境发生了变化。 相较于传统电商以货为中心的商业模式, 社交电商的商品是基于用户个人真实体验进行传播, 因此,部分性价比较高的产品更容易在年轻人群体中通过种草、 口碑相传、放大消费群体。 同时,在一些社交平台也经常能看到产品评测对比的文章和视频。 通过对于不同产品性能的拆解, 消费者减少了对于品牌的仰视感, 品牌的溢价光环正在逐渐降低。 第二是,消费者的心理发生了变化。 4月的一份消费者调研报告显示, 相较于过去大手大脚的花钱习惯, 有60%的受访者表示, 就算生活富裕,也希望把钱花在刀刃上, 北上广深的人也不例外。 比如,在中国社交媒体小红书上, 也频频出现省钱类博主, 类似贫民窟女大学生怎么买零食, 白领精致穷指南, 50元实现零食自由, 穷鬼套餐攻略等话题, 更是成为当下笔记发布的关键词。 网友们纷纷群测群力, 贡献如何花市省钱。 总之,疫情下, 很多人开始摒弃对名牌的执念, 转而追求价格平民, 使用舒适的基本款。 也就是说, 当下的消费者不再盲信广告宣传, 品牌光环, 而是回归于商品的实际价值, 更倾向于选择物超所值的产品。 由大陆男子在网上发视频, 描述了自己这一心路历程,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 我最近是消费降级, 降得厉害, 已经很久没有到商场的专卖店 去买衣服买鞋子了, 我全都是去奥特莱斯, 最便宜的打折的鞋子 一百多元一双, 这两天冷了, 所以就去商场逛了逛, 因为也是好久没去了, 然而进去之后发现, 正常一件冬装五百元起, 这价格太贵了, 所以只好去优衣库买打折的衣服, 只要149元而且还厚, 基本上很难再去买一些贵的衣服了, 最后一个原因, 就是国货品牌自身的崛起, 过去几十年, 在服装、电子等行业, 很多国际大牌, 其实都是中国代工制造的, 比起贵的就是最好的, 用花呗也要买苹果, 现在的年轻人更愿意不再轻易为品牌溢价买单, 而是注重内心和实际消费的需求, 以前主流媒体都在奉劝大众极简主义, 现在呢, 不用劝了, 没钱自然就极简了。 不过专家认为, 其实根本原因说到底, 就是在这三年疫情期间, 中国政府的清零政策, 使得中国资金大规模流出, 外资撤离, 中国经济下滑, 导致中国人的收入和存款减少, 因此, 整体购买力下降也是不争的事实。 虽然中共自称预计通胀将会上升, 但12月9日,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11月份主要通胀指标,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下降0.5%, 10月份该指数同比下跌0.2%, 比9月份环比下降0.1%, 国家统计局还表示,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连续第14个月下降, 11月份同比下降3%, 10月份为同比下跌2.6%, 第三季度中国经济温和增长4.9%, 略低于北京设定的5%左右的年度目标, 是多年来的最低水平之一。 这意味着居民购买力走低, 商品价格下降, 一般而言, 这种加剧的通货紧缩风险与压力, 会让经济陷入恶性循环。 虽然中共数据不透明, 外界很难得知实情, 但毫无疑问,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漫长的冬天。 著名时评人士王赫指出, 当出现通缩的时候, 很多国家往往会直接发放购物券, 钱给民众, 来刺激消费, 但中共根本不愿这样做。 反之, 北京为应对人民币贬值, 大幅增印钞票, 但这些钱去向不明, 并没能带动经济。 中共自吹, 有效市场加上有违政府, 而实际情况是, 中国市场扭曲, 中共政权则胡作非为, 所以他认为, 一个混乱的市场, 加上一个韧性的政权, 结果导致了整个中国经济, 现在是风雨飘摇, 前途难料。